你刚买到一辆价值百万的号车 刚出商店没多远就被人追尾 内心是不是都在冒火 这位法拉利罗马的车主就是这个倒霉蛋 本来想拉妹子炫耀一番 现在看到心爱的车子受伤 只能把车送到康纳这里来维修 很多朋友会说 这只是小问题 只是换个后保险当的事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维修一个四分之一面板有多费事暂且不提 光车主准备的维修套件就让人头疼 他根本没舍得买新件 箱子里除了车上掉落的部件全是旧零件 上面大大小小的划痕随处可见 四分之一面板上甚至还有一个很深的凹痕 不过幸运的是康纳是个板筋大师 别的维修店遇到这种情况会直接换新的 但康纳认为这只是增加了一点额外工作 现在他要先把车子的内饰板拆掉 以防工作时损伤到里面的塑料内饰 就像手里拿着的这些 如果在焊接时掉落火星 或者切割导致框架变热 都会给这些新部件造成损伤 等康纳把内部的内饰板拆除以后 就叫来了专业的玻璃师傅 他们是专业卖封挡玻璃的 并且免费负责玻璃拆除和更换 自从有了他们这个商店 康纳就没有碰过更换封挡的活 等师傅把玻璃成功拆除后 就开始了对四分之一面板的维修 他先把损坏的尾灯小心翼翼的拆下来 接着拿出专业的工具 在面板上钻出一个洞 再慢慢的向外扩展 不宜会整个表皮就被成功拆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内部的损伤还是很严重的 挡泥板明显是少了一块 这样就不得不更换一个新的 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更换的时候 康纳还有上面的板面没有拆下来 看过康纳以前视频的都知道 像更换四分之一面板这样的工作 都是有指定切割位置的 这样不仅能保证车子的安全性 也能更好地将新旧两个板面连接到一起 康纳先用工具将上面的锚钉磨掉 再用变铲小心地将外部的金属板撬下来 接着处理车子的车门处 同样用细致的方法操作 看着康纳的切割手法就能看出 这里并不是拼接的位置 准确的位置要在前面8公分左右 现在康纳只是为了拿掉上面的金属板 所以切割时不是那么的标准 而其余的位置就要标准一些了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吗 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着原本的接口 只有完全掌握了每个接口的位置 才能不受破坏地将每一块金属板拿下来 这一点对于康纳来说 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多年的经验让她工作起来如鱼得水 现在康纳已将四分之一板面拆除了 只是挡泥板上还有着扭曲的地方 所以康纳只有将车子转移到工作台上 然后一边用火烤 一边慢慢地拉直 并且要用锤子不断地敲击 就这样一直到完全被纠正过来 就可以对损坏的板面下手了 像这样的地方 原本都是一块块的板面组装起来的 只要按照原来的缝隙将其拆解 然后更换上新的金属板就可以了 这样看起来就好看了很多 接着就到了修复凹痕的关键步骤 康纳先用火均匀地加热凹痕步 然后用木方小心地将金属板压平 此时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用康纳专业的巴士大锤 一点一点地将凹痕复原 完成后看起来很漂亮 几乎看不到了凹痕的存在 现在康纳要对齐来一次试装 看一看每一处缝隙的基本情况 确保没有大小不一的地方 显然这次的修复还是很成功的 现在也有了车子该有的样子 接着康纳就将它们拿了下来 准备开始最后的焊接工作 康纳先在接缝处涂抹上专用胶水 然后用工具在上面打上锚钉 可是在安装四分之一面板时出现了问题 车子的尾部竟然和板面不贴合 这一点也难不倒康纳 她利用工具给其加热 然后用锤子一点一点地敲击回原位 接着康纳就拿来了工具 用锚钉将其连接了起来 等这个地方被处理好后 康纳就拿着锚钉枪给接缝处打上锚钉 这是一种新式的锚钉枪 它是用气泵来驱动的 这个工具打上的锚钉你会看到很平整 完全不用二次处理 接着康纳就拖来电焊机 将连接的位置用焊机焊室 这一般都是她父亲的工作 只不过最近她的父亲身体不好 所以康纳就不得不自己动手了 当老父亲过来检查时 还夸奖了康纳焊接的不错 看到父亲满意的笑容 康纳心里感到特别开心 顺便还教了徒弟处理板面上凹痕的技巧 他们还是用的以前的老伴 一边用火烤一边用工具拉伸 将有坑挖的地方拉出来 经过细心的打磨后 板面就变得完美无瑕 一点都看不出来之前有过撞击的情况 接着康纳就给上面刮上了一层腻子 然后沿着轮帷贴了一层胶带 这样顺着打磨就能得到想要的行动 接着康纳给上面喷了一层油漆 这是为了检查板面上是否还有瑕疵 在闪亮的外表下 任何的凹痕或划痕都无处遁形 接着就可以送到喷漆房进行喷漆了 喷漆师傅首先对板面进行了细致的打磨 然后就给上面喷了一层灰色的底漆 这次的打磨也附带了车子的顶部 和修复的连接板面都要重新喷漆的 这样就不会产生色差的情况 要知道同样编号的油漆 你喷上去新旧的油漆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 等师傅把最后的面漆喷上去后 康纳就将其带回了工位上 开始了最后的组装 此时的车子也逐渐有了它该有的样子 等康纳把门的内饰板也安装好后 就将来了玻璃师傅来安装玻璃 自从有了这个服务后 康纳真心是省了不少力气 接着车内的内饰板也都被恢复原位 虽然看着一块块的内饰板有着不少 但安装总比拆卸要开心很多 等这些都被安装完成后 这辆法拉利罗马就被修复完成了 这时康纳将车子开到了旁边的兄弟单位 准备在这里给车子做一个大保健 这是康纳御用的海尔兄弟 专业洗车30年 有着丰富的洗车经验 他们不仅会把内饰清理得很干净 还会在每次洗完后给车上拉 让修复好的车子变得闪闪发亮 我们来看一下被修复的位置 车子被修复得很完美 一点也看不出来是被修复过的 视频前的你们认为这次的修复怎么样了 说出您心中的看法 从他的表情上来看 似乎并没有那么开心 毕竟这是自己的宝贝 平常都不舍得开 今天却被糟蹋成这样 不过碍于镜头他也不好发作 两人进行简单的交谈后 CJ就把车子带走了 希望车厂能给大卫一个满意的答复 不然最后还真不好收场 回到车厂后 与西普根据清单上的内容 罗列了翻新的详细计划 并根据掌握的信息绘制了效果 从视频里展示的来看 最后的效果还算不错 有了具体的计划后 员工们就开始处理车身 他们先把引擎盖拆掉 然后再将内部清空 里面的内饰早已过时 一些功能也不能用了 员工就开始进行喷漆 车身上很多的细节设计 全车的设计都很贴合丈夫的设想 不过最终的结果如何 还得看大卫是否满意 修复车厂总是能让人落泪 他欠美金买一辆莲花跑车 翻新后竟然赚了这么多 这次胖哥又在二手车市场捡漏了 他找到了一辆莲花的喵零零 是 这辆车竟然没有消音器 而且排气管大小不一 焊接手法也极其粗糙 于是他决定重新做一套排气 只见强子把钢管放进液压弯管机里 在上面压出相应的弧度 然后放在车上对比 确定了相关数据后再进行焊接 一套新的排气管就完成了 接着他把剩下的零件组装焊接 然后安装到车子上面 最后再来一个消音器 排气系统的问题就成功解决 由于这个金属棒材质太硬 而转轴是软钢制成的 所以他们在工作时会产生很大的损耗 这个零件无法修复 强子就让胖哥直接买了个新的 你绝对不敢相信这辆三十年前的跑车 翻新后竟然能赚两万美金 他们先用粉笔标记位置 然后拿刀片划断上面的线 取出原本的塑胶 接着再根据上面的标记 裁剪出一个全新的塑胶 所以就换了个新的装了上去 接着他给车内倒了新的冷却液 完成这些后 车子的硬件就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了胖哥 他要给内饰进行清洁和翻新 如果你们家里有老车的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部分 看完后你也可以尝试进行车内翻新 他先把两个座椅拆下来 然后用清洁剂和毛 大值三百多万的法拉利488 出了大事故过后 被康纳花了八万美金买了下来 从视频的展示情况来看 车子受损严重的地方基本都在前端 整个车头几乎都撞没了 车子的左侧侧群也已经不翼而飞 还好车尾的状态比较好 几乎和全新的一样 康纳为了更好地修复这台法拉利 提前就购买了一大箱子的配件 这都是从德国空运回来的二手零件 花费不少功夫康纳才搞到的 康纳先把横杠用锯子将气切割了下来 接着就用角磨机开始打磨掉上面的毛钉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才成功地将其拿了下来 看过我视频的都会知道 这是导轨和前面交接的地方 都会在这更换一个新的轨道 再用电焊将其焊住并重新打上毛钉 这说起来很容易 但操作起来还是颇受一番功夫的 这不但要左右的内轨长度和高低都要相同 还要对齐拉一下对角 等所有数据都相符时才能将其固定上 康纳先用拉锚枪固定了几个点 就把一子板按了上去 要对比一下缝隙的大小 接着就把引擎带也扣了上去 等所有套件的之间的缝隙都符合时 康纳就用布盖好了前面的封板 要对导轨进行最后的焊接 这时就换上了康纳的老父亲 他有着几十年的机修的工作经验 对于焊接这一块也是手拉把掐的 自从康纳的车场有些起色时 他就默默地给康纳帮忙 康纳也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才走上修复汽车的工作 其实这台车子看起来很严重 但是只要把导轨重新焊接好 就可以像堆积木一样 一块一块地将其组装到一起 这时这辆法拉利就有了车的样子 这只是安装了外部的套件 为了检查一下所有缝隙的情况 等没有任何问题后 康纳就给导轨上喷了绿色的漆 并且开始组装内部的零件 慢慢地充实着整个车舱 而另一边也在为车子套件做着喷漆的工作 师傅为其喷上了和车子一样的蓝色 这是喷的背面的颜色 等这些部件处理完成后 套件又被安装到了车上 由其师傅对其做了精心的打磨 然后用胶带和塑料布将车子保护好 就给上面喷上蓝色的车漆 这和强子的喷漆工有所不一样 它看起来更加的老练一些 完美地避开了避灯检查的环节 直接关灯一边用照明灯照射一边喷着漆面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没有个几十年的喷漆经验绝对不敢这么干 就这样将最后一遍面漆喷完后 他就把所有的灯再次打开 给上面喷上了一层清漆 喷完后的车子变得闪闪发亮 跟刚买的新车一样 等漆面经过了24小时的干燥后 康纳就开始为套件上安装相应的零件 并且还为其购买了一对全新的大灯 都说奥迪的车灯最贵 我相信这个法拉利的车灯也不会便宜到哪去 果然安装上车灯的车子就完美了很多 接下来就是一些小的部件了 比如车子的把手 还有副驾驶上的安全气囊模块 这些安装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等将最后一个安全气囊更换好后 这台法拉利488就修复完成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修复完成的效果 这不得不说法拉利真的很漂亮 开起来依旧那么的拉风 简直就是一个辽媚神器 如果你拥有一台这样的法拉利 第一念头会干什么呢 说出您心中的想法 如果我们来看修复